Hello,小熊,柔柔,大家好 爸爸今天要讲的故事是camping,露营的故事 每到夏天,Molly跟她的friend就会去camping,露营 他们的爸爸会帮他们搭帐篷 两个从床上拿下来的枕头Pillow 还有棉被Blanket,一个旧木箱 还有巧克力饼干,故事书,娃娃和kitten,喵喵 最开始,他们在前院的草地上camping 第二次,他们在tree的下面camping 这一次呢,他们鼓起勇气和决心 要去森林里camping 在森林里最怕的就是碰到贝尔熊熊 所以他们吃完以后,要把每一块屑屑都捡起来 这样贝尔才不会来 当他们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脚步的声音 还有爪子抓正盘的声音 然后莫莫莉跟他的friend都吓到了 原来是喵喵kitten 悶!莫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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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oll como tropical寺香 莫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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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乌 directly然用梅林里見开赝尔熊熊! 仍然音乐 喵喵 考驗 Molly 和她的 friend 的 courage 她們的勇氣 還有她們的決心 OK 故事結束了 下次再講囉 掰掰